好要来关心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台北市内湖区的室外及时影像 可以看得出来云层是有点厚的 不过告诉大家由于在今天水气是持续减少 因此呢全台各地整体说起来 天气状况将会逐步的回稳 不过受到东北近风的影响之下 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的温度 依旧是偏低一点点是有良意的 提醒大家出门上班上课的时候 小外套最好还是戴在身上 卫星云图首先就要告诉大家 在今天其实清晨时分 包含了大台北还有东半部地区 以及各地的山区 依旧会有局部的降雨之外呢 从白天开始降雨的区域将会慢慢的缩小 只剩下花东地区还有中南部的山区 其他各地呢都会恢复多云道勤的天气形态 但是由于受到东北风持续的影响之下 包含了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的天气是比较凉的 其他地区早晚也是略有凉意 好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的低温 在今天落在17到19度 北部还有东半部的高温有21到24度 另外呢我们看到中南部的部分 比较不受到任何的影响 在今天高温依旧会有27到30度左右 但是要特别提醒哦 其实中南部地区的朋友 日夜温差是蛮大的 另外就是南来北往的民众也要多加留意 因为温差也是有点大 外出活动还是要记得特别注意一下温度上的变化 另外呢在今天东北风依旧偏强的情况之下 台南以北东半部还有沿海的空旷地带 依旧会有强风长浪发生的可能性 从事海边活动还有海上作业 务必也是要多留意了 接下来就带您看到未来这一周哦 这个降雨的状况到底是如何 您可以看到从今天开始水气慢慢的减少 只剩下东半部地区还有中南部的山区 会有一点点零星的降雨 另外呢类似的前期形态将会一直从礼拜三持续到周五 好都是东半部会有一点犹豫的状况 不过您可以看到天气状况的转变呢 就从礼拜六开始了 到时候呢礼拜六又有新一波的封面要报到 因此中部以北的地区 还有东部地区都会变成下雨的天气形态 尤其您可以看到在北部地区的雨势 是来的比较明显的 最后我们来关心今天的天气小叮咛了 日夜温差有点大 南北温差也是蛮大的 提醒民众务必要多留意 另外就是在今天中部 还有云嘉南地区的空气品质量 起了橘色提醒 如果你本身是过敏族群的朋友 务必还是要多留意了 以上呢就是这节气象资讯提供给大家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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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的声チャーình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